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花生干本期大帅观战来观战一把虾哥的邦邦 这盲女囚徒先知加拥兵 这我感觉虾哥只要穷着不救他就赢不了啊 还行吧,这里上来盲女先知都在前面啊,都在脸上 板子的话这边下不下,躲炸弹,下块板 这先知也在这里,盲女也在这里,那俩人赶紧分头 行刀给他盲女啊,肯定抓盲女了,这肯定抓盲女的,那盲女要比先知好抓啊 而且虾哥炸弹的熟练度,我感觉这盲女就算是绝活他也撑不住啊 你看这炸弹,这炸弹炸出来就是顺发的,根本躲不掉 先知的鸟还是给上吧 不要留着鸟给傭兵有希望去救人,躲炸弹,漂亮 哎,这手炸弹躲的还不错啊 再敲一手棒子,鸟给上一刀,把这鸟给打了 那这样的话一颗遥扣雷带走 遥扣雷压住位置,第二颗炸弹补上,漂亮 虽然说第一颗遥扣雷被盲女的一个预判给走位躲掉了 但是第二颗雷连上以后遥扣雷再补,这个盲女还是没有走位机位 不过盲女的走位还是可以的 只不过遇到了这个邦邦比较能操作而已 宝瓶别救,对,娘也给了,对吧 没有什么可以来救的理由了,卖掉 这边先知修了半台,用兵的话这边炸弹可以干扰一手 囚兔的话这边修了两台好像是,囚兔这边是修了两台吧 那这样的话外面是四台机开修 只要不救,邦邦就赢不了 只要不救邦邦就赢不了,邦邦这边的话也是没什么办法的 看到外面马齐这么多台在动,他只能是顶出去了 那他只能顶出去,这边囚兔想来救吗?这没必要啊,这 囚兔这边想要过来偷一波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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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遥控雷丢了,没炸到 那对于邦邦来讲,这个密码机的进度 些许有点难,些许有点难 他还得守着帽,你是假妹的吧 三假妹两具力,这个天赋不错 因为这套阵容的话没有野人,没有昆虫,那不用带摇 如果说是有这个配置的话可以带个摇 现在邦邦看第二波节奏,第二波节奏能不能去得上 因为囚徒这边已经进到了这里的医院 先知这边尽量修,他能点掉两台 佣兵这边密码机也能点掉,那外面的话等于说差一台机 就差一台机了,就差一台机 囚徒这边拉开,外面赶紧修 对吧,这里二楼的事也不管 他不过他这边有心跳 他不知道邦邦到底会不会从这边斜上方的这个口子跳下来来追他 所以他这边还是要确认好 所以他贴着这个边,你要跳下来我这边立马再转进医院 思路上面没有任何问题 邦邦的话第二波节奏追不上 球者这边的那个挂飞以后的节奏 或者说拉点拉的非常的好 没有给到邦邦任何的机会 这里的话夏克找不到,找不到节奏点了 找不到节奏点,球徒这边 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球徒要倒了 但是对于球者来讲的话 佣斌这里修最后一台 球徒这边被牵制 球徒这边被抓 慢慢脱嘛,慢慢脱 这个这个只能慢慢脱了 看一下 佣斌手上面还有一手薄命 先这边的话先把二楼的机给修了 然后女神像这边 邦邦想挂过去 压女神像的机 能挂到 能挂到的话 这把需要佣斌来救一波 先知,摇下来了 戴三摇的吗 戴三摇的 戴三摇 垫好像没有交 交一个垫 一刀 还是倒了 但拖的时间的话 这里外面 先知可以去外面修一台新的 佣斌如果说补掉来救人 好像也可以实行 那佣斌这边修完再来 破一加速的佣斌修完再来 先这边先补起来 他还可以远程补电 帮忙这手线却没有踩 这手线没有踩 追着佣斌 佣斌这边是两户币 三户币 先拉开 躲掉 好,这个密码机先点开 点开以后 这个密码机待会拨 诶,这边是关闭了 重修嘛 重修是更加稳的 但是呢他这边前面传了一首 再放弃的话 这个是需要勇气的 这个就跟这个 对吧 做人一样 你要承认我前面的那波选择 不是那么的正确 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先知这样选择的话 会更稳一点 会更稳一点 其实破一加速修的还是比较快的 跳过来 佣斌这边买状态 炸弹 打一刀 好的 可以,救下来了 救下来以后佣斌这边帮忙扛 帮忙扛 佣斌可以倒 好,这个囚徒的话暂时还不行 先知密码机差多少 差了大概十几秒 倒了 倒了的话 两个人卡这个点 先知这边被干扰 两个人都会倒 所以说帮忙这边是干扰先知 但这密码机可能干扰不到 来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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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要点亮 直接点亮了 那边好像是那边点亮的吧 三人在场的一个开门站 这先知没有上过挂的 帮忙这边还有一手 如果有底牌的话还有一手传送 他这边得先把这个人 炸成半血一刀 挂上以后再看情况 排耳鸣 有底牌的话 还得排耳鸣 再考虑传送 傭兵应该是卡着的 傭兵应该是金银鸣卡着 对 他手上还有个护壁的 待会我可以利用这个护壁挑地窖 平局的可能性更高一点 挂在一个中间的位置 直接是切了一手 放狗 又来虾哥的放狗 邦邦 我们这边的视角应该是 好了切回来了 过来 咬住 但是咬住这个囚图意义不大 咬住的囚图他也不太可能过去 傭兵出来了 傭兵出现了 傭兵出现好像走不了了 他只有一个护壁 这波假装去找囚图 实则过来把你傭兵骗出来 傭兵这边的话 还是稍微的找了那么一点点 因为毕竟囚图还没倒 一个护壁一个护壁 跳 囚图这边想去捞先知 傭兵这边的话 应该是撑不住的 应该是撑不住的 因为遥控雷还没交呢 遥控雷炸 没炸到 但这里的话 囚图应该是能把先知捞下来 门没开的 然后两个人再去开大门 傭兵这边还在拖 拖完应该是一个平局 还是打得好 求者大家 这边的话还是打得不错的 虽然说傭兵这边暴露了 差一点点吧 但总体来讲 也没给到什么机会 也没给到什么机会 这边当傭兵被追的时候 立马囚图这边过去捞先知了 而且先知的话 肯定是点了假妹这个天赋 还是撑住了 最后完成的一个平局 很 怎么说的很扎实的一个平局吧 我只能这样讲 前期 盲女虽然说 以 她盲女是一个正常时间导 她如果说想要牵制更久 那得帮忙给机会才行 不给机会就是这样一个极道时间 而且盲女走位还可以 然后又点了假妹把时间脱够 中期的话 这边穷者没有给到任何机会 非常优质的一把保平局吧 感谢大家知道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